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最近一個月世界各地的疫情都好像有了新一輪的爆發, 就連之前在防疫方面做得頗好的台灣都開始出現新一波的疫情。 大陸那邊在五一假期之後都有不同地方在爆發確診案例, 今集就來睇吓澳門方面對大陸爆發疫情的地方採取什麼政策。 根據澳門日報消息,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宣布, 因應廣東省疫情變化,衛生局根據法律傳染病防止法第十四條規定, 在2021年5月22日下午2時,對所有入境前14日曾去過廣州市荔灣區農津街道錦龍社區入境人士, 就要進行衛生當局要求14日醫學觀察即是要隔離14日。 違反的人除了可能是依法承擔相關的刑事宣布外, 更可能會採取強制隔離措施。 應變協調中心提醒,入境前14日,如果曾去過內地以下地方的人士, 就要按照衛生當局要求,在指定地點接受14日醫學隔離。 第一是廣東省、廣州市、荔灣區農津街道錦龍社區。 第二是安徽省、六安市錦安區、漁安區、合肥市、肥西縣上派鎮、遼寧省、 營口市陳豚鎮、營口市、鮑魚圈、鴻海社區、鴻岳鎮、瀋陽市和平區、 元麗小區、順天小區、鴻區陽江100國際新城、碧桂園銀河城。 現在澳門對這三個省裏的個別地區來澳門時要做隔離處理, 而其實安徽省和遼寧省對澳門的影響應該不會太大,主要是廣東省, 因為廣東省是大灣區來的,所以一旦有個確診個案出現的話, 就算那區封了之後好像雲南一樣,再要當地居民去打疫苗都要用整個月時間, 因為打完疫苗兩針再等它生效,如果是疫情控制得好, 沒有走得到廣東省其他社區那樣就當然最好啦, 但如果這幾天在其他社區都有相關案例的話, 我相信到時其實對澳門的旅遊業都會有不少影響, 因為打好疫苗就要等它生效,最快都要一個月的啦, 大家可以想下那一個月的遊客量少了會怎樣, 因為一旦有病例發生的話,就算是附近地區的市民都不會再周圍走的啦, 這樣就是好正常的,第一啦,周圍走一定會增加傳播風險的嘛, 第二啦,對廣東來說其實這幾個月是佔了澳門幾乎一半以上的旅客的啦, 所以一旦控制得不好,澳門的經濟又或者旅客量又是會受到好大影響的啦, 現在這一波的畫法不知個源頭在哪來的呢, 可能都是跟月頭的五一長假出遊,應該都是有一定關係的啦, 以印度為例子啦,他們那邊都是做完大型活動之後就開始大爆開的啦, 不過唯一有樣東西好的就是中國可以複製當時雲南的方式啦, 局部封區再全民檢測,跟著還有全民接種疫苗啦, 相信在這樣的力度之下就可以好快控制得到的啦,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,我想大家應該都不希望疫情會再爆發的啦, 所以就希望環球在這一波的疫情就可以快點緩和啦。 今集我們就看到了這裏啦,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拜拜!